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啦 说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TS1国际邀请赛 淘汰赛败者组老干爹对战BOOM战队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这一轮是败者组的第二轮比赛 那么老干爹这一场比赛作为领先的一方 现在一手是抢了一个狮王 马西 谜团 老陈和兽都是被搬掉了 BOOM这边也是选择在第一手搬掉的上一场比赛 对方的老陈 那么老干爹选择是抢掉了一个狮王 对方拿出来的是DP和小松鼠 大叔祝我相亲成功 相亲顺利吧 或者乃我相亲失败也行 好 祝老板相亲这个 直接就被对面放鸽子啊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老干爹在第三手搬掉的是小娜家 直接就是一手小娜家的搬 那搬掉小娜家的话 也就是为了防止对方跟他拖这个防空局 顺带保护一下维萨吉 顺带着保护一下维萨吉这个点 那三号位维萨吉出来了以后呢 狮王加维萨吉的这个二人组是会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我估计张比赛应该是外队的维萨吉 外队的这个狮王配Face边的维萨吉 那么在 有这个搬人这么果断的吗 直接在第四手搬掉了一个屠夫 想到家家屠夫全部都搬掉 让大哥位的英雄对于老干爹来说 这套比赛应该是不着急选了 如果要是想抢节奏的话 小鱼人是可以上的 就这套比赛目前对方DP加上小松鼠的 这个二人组小鱼人是可以上的 五个个额鱼人在队里边罢了 天天就开始浪了 今天没浪了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跟这个DP还浪 我别闹耶大哥 对了 我忘了给B站开粉丝发言了 大家稍等一下 我去把B站的粉丝勋章发言开开 好 去开一下粉丝发言 防止万一 这个万一老干爹的局势 要稍微有一定点不顺 就会有一大群人跑出来开始去骂吉 这个确实有点害怕 前两手狮王加上维萨吉 然后搬掉比较容易拖后期的小娜家 搬掉对方的绝活马尔斯 搬掉一个对方的绝活屠夫 这个阵容已经是非常扎实稳健的一个BP了 如果要是出幺蛾子的话 也会在第三四五首去出幺蛾子 这个也要看对方后续的阵容准备选什么 目前对方选的是一个DP加上一个三位皮甲 对于DP这个英雄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减治疗 减治疗的极限选择的应该就是AA了 对方这样比赛选择抢了船长这个英雄 你抢船长的话 那看一看我准备怎么抢 对吧 我来教你怎么打船长 是吧 我来教你怎么打对面的船长 那个老干爹能不能这样做啊 大家说可以做一个给俱乐部推荐新人的专栏 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俱乐部他们自己肯定是有专门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的 他们肯定是有人去挖掘这个选手做各种选手的针对 就针对去了做各个这个路人的一个观察 还有对于新人的挖掘包括轻讯啊各方面都是有的 这个并不需要我这种280手的小小主播来去做的这个事情 我就是一个解说比赛的没事给大家做到第一视角的 大家能满足大家这两个需求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第三种拿出来的是神牛 那么这个心情的神牛 然后在第三种加一个维萨吉 下一种应该是中单火猫 莫言的中单火猫再加上神牛狮王维萨吉 这又是一个前期打架能力拉满的阵容 哎呦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种阵容 我就喜欢这种阵容 酱油输出越高越好 控制越多越好 手越长越好 我就喜欢这种阵容 我就团阅那种选一堆没输出的酱油 然后打个比赛跟便秘一样的那种阵容 真的会特别难打 对方这场比赛在第四场拿出来一个小鹿 这样的话小鹿加小松鼠的双酱油 然后这个船长应该是给尤帕吉打中 DP的话打一个三号位 最后一手差一个大哥位 那老跟爹选择去搬掉一些比较肉的大哥位 刚配兽是一个比较讨厌的东西 因为现在老跟爹的这个阵容 属于是打那种血量中等 或者中等稍多一点的英雄 都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击杀掉的一个阵容 搬水人吧 别琢磨了 这还不搬水人 想什么呢 搬水人不要琢磨 这些有部门战队这个BP 也是瞎犹豫 赶紧搬水人 感谢长棍老师的幸运之药 谢谢老板 感谢老板的幸运之药 66个多小花花 感谢喵的四个Flag 新疑神老板的灯牌 感谢霸气侧露的灯牌 还有长棍老师的波波奶茶 谢谢老板支持 部门战队觉得这场比赛 对方搬掉了小娜 大家是为了拿TB 所以他们选择把TB给搬掉了 老赶紧现在在最后一手的选择方面 考虑到对手的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那么大哥位可以选择的 有熊战士 小鱼人和水人三个英雄 这三个英雄拿出来都不错 小鱼人的话可能感觉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不如另外两个 但是这场比赛有神牛可以带 火猫也可以带 一般来说还是神牛带比较好一点 我刚才说猜一手火枪 这场比赛拿火枪不是不行 但是对于老干爹来说的话 没有太大的必要 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用火枪 如果要用火枪的话 这场比赛其实我倒是觉得用小黑也可以 就是你真的要选的话 就选小黑或者火枪都可以 相比之下 我觉得水人和熊战士的优先级更高一点 而且打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搬掉了一个刚必兽以后呢 可能还是他们自己搬掉了小鱼 他们现在其实在搬的 就是老干爹现在在搬的人 就是他们这个阵容不好杀的人 他们倒不是说怕对方的这个大哥位 如何来针对自己 他们只是在搬掉一些 并不是很好去击杀掉的大哥 也就是说老干爹在整体的一个战术思路上 是要加快比赛的节奏 然后谋求一个快速的击杀 特别是对于你的大哥位的一个击杀 因为神牛的这种超长的手 对方这个阵容现在没有能救人的点 老干爹谋求的是一个快速的去让对方减圆 让对方快速减圆 对方这场比赛果然在最后一手是搬掉了水人 那老干爹在最后一手拿出来的是小黑 你看 在最后一手如果拿火枪 跟火枪跟小黑相比 这一场比赛来说的话 小黑比火枪要更好一点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说小黑比火枪要更好一点 原因很简单 因为萧瑟的小黑比他的火枪熟练度高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熟练度更高一些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火枪和小黑同样翻到边路去打一号位的这个角度来说 配合这个神牛的话 小黑更容易完成击杀 小黑为萨吉的经典推进这个体系其实是在以前有 因为以前是光环流 光环流的小黑加上为萨吉 然后再加个VS这种阵容去打一个快速的推进 现在也没有这种体系了 因为小黑抹得光环了 抹得光环了 木木这边一号位可能会想要拿一个虚空 或者一号位DP拿个黑弦 这个概率不高 应该是感觉要拿一个虚空之类的 或者熊战之类的 血魔 血魔也行 这个对于老干爹来说就无所谓了 就是对方这样比赛在大哥位上准备去拿谁 其实就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你的大哥位 就是所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战场上站得住的大哥 都已经被搬光了 一个都没有了 除非你选择去拿一个幽鬼这一类的 就一开始我不在战场待着 我后进战场 但是幽鬼这场比赛也并不好用 因为对方控制方面来说的话 有神牛在 有狮王在 你第一时间想秒对手 或者你想贴住了这个小黑 然后强杀这个小黑的难度实在有点太大了 血魔用来打死玲珑 还好 还好 提醒主播本直播间不许剧斗 这个小黑的质保是真好看 我当初其实就应该多买几个账号 然后多去囤一波小黑质保 然后现在卖账号 然后发现大家都是云玩家 其实大家都不玩 大家就是觉得好看 就不买 大家都不买 大家说看好且喜欢部门的阵容吗 不要老是玩这个梗 这场比赛我个人肯定是喜欢老干爹的阵容 老干爹这个阵容 他打起来特别的 怎么说呢 就是打起来会特别的省劲 容错率很高 下限极高 很省劲的一个阵容 小黑的阵容 威慑学坏了 质保都绑不到本子里了 大叔有SC 我这开着页面呢 我没有刷到SC啊 难道这个SC被卡掉了吗 我看一下啊 确定一下 感谢房管建议一下主播别剧透了 这个是这条吗 感谢大本中的CyberTed 感谢之前6666老板的CyberTed 还有一个日文大佬 能不能教个不会被骂有病的方法 我脸皮薄 不会被骂有病的方法 我脸皮薄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因为你挡不住别人说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脸皮练后 这个更简单一些 这场比赛 老干爹这个开局的神服的话 下路火猫小黑加狮王三个人 那这样可以下路可以控雙服 对方的这样比赛 也是一个双服开局 不会出现抢三服的一个情况 中路火猫打船长 我倒是蛮期待的 理论上来说 火猫打船长占不到什么便宜 但是呢 也不会吃人太大的亏 但是呢 我想看看莫言去打 优怕级的这个船长 能打成什么样 因为毕竟莫言自己是绝活船长嘛 第一波这个 这个无影拳 一上来就是一个无影拳 夺水刀 哇 这块两个人算几波 一个反补 这个又一个反补 行了 赢了 中路对线赢了 中路对线赢了 一上来直接秀了一脸 我的天 一上来就是一个无影拳 夺水刀 然后两个反补 我知道怎么打呀 对面的船长 这 这过分了 这个 一下就把对面船长新气都打没了 又是一个无影拳 补刀加耗血 这个远程兵没有补到 优怕级这块想反衡补 没有来得及 这里一个水刀 消耗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远程兵 怎么说 开着火盾烫你一波 船长这块给上一个水 然后再加一个平A补掉远程兵 现在船长终于是拿到了第二个正补 打了一分多钟了 终于拿到了第二个正补 哦 这是拿到了第一个反补 可以 中路火猫现在是5-3 船长3-1 这个差距实在有点大 下路看一下外队 外队这张比赛并没有当芒果树 他身上带的芒果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预购篮里头放了很多的芒果 看来这个芒果还在种 还在种 还在地里 那身上带了一个魔伴 然后加上芒果 在下路跟对方也是互相的耗血 那小黑现在的 在下路是7-2的一个正反补 上路那边呢 对手是雪魔 现在6-5 正反补非常的高 3号的维扎吉 加上一个4号位的神牛的话 这个战斗力比较一般 哦 我有点好奇 我原以为这样比赛 他们会选择让狮王去上路 让狮王去上路 然后跟这个维扎吉 来进行一个 二人战线的就是芒果树狮王 然后再加上维扎吉 上路的一个击杀能力会极强 极强 但是他没有张去打 小自乐在下路 现在保证自己的一个正常的发育 中路船长的这个补刀拉起来了 等级上来一点以后呢 现在这个船长的补刀已经追上来了 11-2 火猫11-3 不过开局已经是打得非常的提振气势了 就那一上来的无影拳夺水刀 再加上两个反补 真的已经非常给力了 这里神牛一个板 然后补刀远征兵 顺便耗一下人家血 那开局目前打了2分50秒来看的话 现在BOOM战队是三线补刀占优 优势不是很大 只有上路这边优势比较大 中路和下路的话优势就一丁点 有关是说这个芒果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芒果树狮王就是因为现在的狮王 基本上出门都是芒果拉满 然后呢 也是疯狂的不停的买芒果 所以大家人送外号芒果树 感谢 The G 然后Labs老板的60个牛蛙 谢谢老板 还有老板的肯端东牌 感谢各位 这块船长给上一个又是一个水刀消耗一下 莫言这里开自己的火盾 也是在不停的用自己的二级火盾来消耗对手 又一个无影权再耗你一下 感谢老板的60级达成 谢谢老板支持 大叔我记得之前有芒果树的 是不是没了 对芒果树没了 以前有芒果树这个中立道具 后来被取消掉了 刚才这里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神牛这里给上一个板 然后把神符吃了 Nex强调神符以后呢 火猫下路的神符 火猫还是控不到 因为对方小松鼠在 小松鼠在的话火猫过来以后对方小松鼠把神符吃了 但是我也不会给你留给你船长的 我吃不到你船长也别想吃了 现在雪魔带上路的补刀是非常非常的顺 21-10 三号维萨吉目前是10-4 现在下路的小黑21-7的一个正反部 保持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团队经济来看的话 现在整体是共战队领先一些 主要是上路的优势比较大 上路这块呢 是过来打一波 这次边也是看自己被减速了以后 果断的选择一张TP 芒果树和那个蜂王江那两个道具 属于是就是有和没有的一方 这个差距会有点略大 因为它不占你的格子 所以这个道具被取消是一定的 除非你说两边固定 一定都会出一个蜂王江 那是可以的 这里神牛这个找机会给板吗 没有 他们现在不给板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是就是 它是神牛加维萨吉 伤害不够 它如果是用这个狮王加维萨吉的话 上面这两个人绝对不会这么嚣张的 这块一个水刀没给到 那么莫言往前扔一个魂 然后一张TP回到家里面 泡个温泉 给自己的状态补满 狮王那边选择是送塔了 那边送塔149块钱 刮斌赏金 不算一血 没有英雄的伤害参与的话 不算一血 这块铲长 一个水起来 火猫这块捆住对手 这里小松鼠给上一套技能 定住这个火猫再给一个无印权 对方这个船长双倍船长 伤害有点略高啊 船回来以后 小鹿在这个地方埋伏许久 看一下神牛过来以后 船长这个地方应该是想找机会给一个水刀 但是没有位置 给了一个预判的水 这里船长再开上一个船 一个水刀带走对手 漂亮 支援过来的狮王这里插出来墓碑 火猫再找机会杀对手 油怕级给一个TC 躲对方的一个水刀 躲得很细致 剩一丝血小松鼠赶紧过来掩护一下 火猫已经没有什么技能了 往回撤一波 加上的话让BOOM战队在 这个6分钟中路的这波接触上面是 拿到了一个人头一血 而且船长并没有死 剩的血量虽然很低 但是没有死 现在火猫的经济2800 对方船长是 2500 火猫经济2500 对方船长是2900 说反了 然后小黑现在是2800块 对方的血魔在上路保持了一个无解肥 也有3163 超过Face边1000块钱的经济 这场比赛我其实确实没太理解他们选择让神牛在上路 而不是让 让这个狮王在上路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为了保小黑的一个发育 没有想着去压制对手 而是先保证 优先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情况 这里小鹿直接一个驱散 把这个火盾给它驱掉 那么再踩一脚打一波 火猫这边还是不想着急去传魂啊 留着这个魂 待会儿TP回来用就可以了 这里小鹿一个捆 捆住 再给上一个水刀 火猫无影拳 然后再加上一个传魂 不过这波感觉是要去了呀 这里水得起来漂亮 一个水刀直接带走 这样人都是来到了3比0 中路对方的船长节奏也起来了 心情的神牛呢 在这逛了一圈街 并没有找到机会去救自己的队友 现在三条线 对方的一个战线 都是拿到了优势 团队经济拉开到了2000加 中路的火猫线2800块钱 列宿路的维萨级2400 那么努力的要等到自己的6级以后 才能在这个上路线里边站起来了 看看这里失望被对手的船长留一下 但是你这个伤害的话 打我是不太够的 这个小松鼠 火猫一共全上来 神牛拍一下地板 追死对手的一个小松鼠以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鹿 小鹿开启加血 这个暂时员打不过 对方6级的DP支援到战场 老赶紧选择撤退 小黑在下路继续 保持自己的一个发育 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为什么又开始不支援了 老格尼的这个阵容 他的失望支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维萨级没有到6级的时候 支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然后只有一个神牛可以过来去支援 但是神牛刚才过来了 他一人过来没有用 打不过 这块神牛再拍一下地板 两个优兽坐第一 他第一个没有坐 选择是追着对方在A 对方这个掉血掉的太慢了 选拨一个大招给上去以后呢 船长过来一个水水起来 两个优兽坐第一下 坐第二下 神牛知道自己跑不了啊 所以果断的选择在原地把自己的技能放一波 耗一下你的血 人都是4比1 现在BOOM战队是领先了三个人头 加2000的经济 这块肖色的一个狂风吹一下 对方这块开加速 一个捆没有捆到 小黑也是提前选择撤退 还是比较机智的 DP那边开大 选择拆离对方的下路一塔 上路维萨吉 加上狮王 小黑也是选择一个TP 直接踢到上路 跟自己的维萨吉 拆离对方上路的一塔 互换一个防御塔 拉一波团队经济 火猫和狮王也在往上路靠 这个优化吉如果露屯的话 这波是有一定风险的 不过这个优化吉没有上 而且小鹿是替了前召战 准备过来去保护一下优化吉 这个位置 视野方面来看 老跟爹长比赛 目前做的还是可以的 上路一塔这边 被天灰军团打掉了 这么多人居然没打掉 火猫看一下 这个自己队友的位置 他没有过早的给TC 是因为队友的位置靠不过来 等了一下 稍微等一下 船长这些 再给上一个水刀 这一刀水刀打的 两个庸兽直接半血就没了 船长一个标记给一下 然后再接上一个水 拉回来 水起来以后 再给上一个水刀消耗一下 外对现在剩余的血量并不多了 但是对方也知道 这不是只有一个狮王 不能直接上 优化吉的经济保持 但是相当不错 这个刷跟打之间的一个节奏 掌握的可以 团队经济逐渐的拉开到了3000块 这场比赛 这个boom战队的领先幅度 跟我上一场比赛 预测这个老跟爹领先boom的幅度 是差不多的 老跟爹的这个阵容的话 他在游戏的前期 如果维萨吉这个点不顺的话 他的这个完成击杀的伤害是有点少的 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稍微等一等 等一下这个神牛的跳刀 然后等一下火猫出来 主要带节奏 等一下小黑的第一个作战装备出来 还有就是船长这场比赛 前期太顺了 船长真的太顺了 火猫这把要出风胀吧 火猫他这场比赛选择出风胀是没有问题的 躲对方的这些连控 然后给自己驱散一些技能 都是能用得上的 火猫扔一个魂 无影拳拉一下 然后传走 躲开对方的技能 神就给上一个板 非常的稳 这波技能躲得非常稳 小黑的经济目前 是跟对方的船长和选魔并列 并列第一 现在DP排在第四位是4600块钱 火猫是4200多不到4300 维下极限只有3400 跟第一集团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 然而现在刷钱的空间比对方小的又差的有点多 对方现在占了三片野区 老干天目前只有在上路的几方远古野区是自己的 其他的野区现在都不能轻易去刷钱 火猫现在初期开始去带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远的线 给自己的队友争取一些空间出来 但是对方防守的兵力投入的很少 小鹿回去防守 船长接着刷中路 DP站着下路 小宗主站着你家优势路野区 然后雪魔刷着自己家的这个远古野 然后比赛游帕 在这一段时间的地图上的一个运营 做的选择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边火猫在上路 这边A不出来呀 这个A小鹿是真的A不出来 只能用武艺拳去打 火猫这边为什么有这么多刀都不补呢 我不是很理解 那双方的比分4比1 那部门这边领先着4000加的团队经济 这个优势是全方位的一个优势 就是所有的位置对应的位置的经济都是领先的 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话 差距倒是都不是特别的离谱 Face边的维萨 维萨吉这个英雄前期他肥不肥 完全看酱油配的是谁 维萨吉这个英雄前期对剑期 你自己肥不肥 跟你自己的个人水平关系影响不是很大 你是顶级这些选手 还是普通的路人绝活哥 你都得看你的队友 酱油搭的是谁 这块一波起火上来 秒Face边 看看这个Face边被拉回来 对方这个技能给上去 那Face边这波没了 这波并没有回来去救Face边 那个维萨吉的意思 因为也知道救不下来 维萨吉这边现在没有到15分钟 所以买不了魔精 这里神牛给上一个板 小综合这个局伤害拉满 血魔大招给上去 那么这块一个疯群直接抬走 DP开着大招过来拆下对方的中路一塔 火猫继续在上路带 那么小黑继续在自己家的远古也刷 狮王给他放个哨 你们这个别埋伏在这儿吧 埋伏在这儿的话就白给了 这里小黑一个刮杀上去 那么对方的小路这打不死啊 这个时候打小路打不死的啊 小路这边果断的选择一张TP 火猫一个TC 留住对手的DP 对杀这些人是对的 这个走不掉的 这个就光拿伤害堆都堆死你了 差不多 一个拥兽一座 直接打断对手的TP 那中路的这个一塔被拆掉以后呢 自己这边要多交掉了一个狮王 但是留住对手一个TP 而且拿到人头的是火猫 用284块钱的一个个人收入 再加上79块钱的助攻 给到两个人 还可以 还可以 他说维萨吉就是用来挨揍的吧 对啊 维萨吉这个英雄 在游戏中期开始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挨揍 感谢CWRI老板的11个夹击腿 谢谢老板 这边神牛被对手留住 然后对方来给人一个水刀 再一个捆 一顿技能给上去 最后船长的一个水刀 拿到这个人头 S了半天 拿一个人头 现在火猫的经济是6500块 对方的DP6300 维萨吉是5000块 看一下这个维萨吉的出装 准备做的事什么 维萨吉这边先出了一个月灵之气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魔精和推推 这边火猫飞一个魂 船斗 吃猫霸 这边并没有被对方秒掉 还行 而且他身上带了一个玄奥手镯 这个玩意儿可以给他回不少的蓝 像火猫现在的一个发育还凑合 小黑的经济一直没有被对方的双大哥拉开太远 只不过这一段时间 他确实刷的没有对手快 小黑这个出装的话 这张比赛的夹腿做了一个魔龙枪 然后直接去做推推 然后要先做林肯 看这个意思打算 先做一个林肯 然后再做大推推 那这张比赛可能要大很久了 火猫这边一个TC给上 狮王一个板给上去 然后狮王过来 这个神牛一个板 狮王上去开始给狮出 小黑这边用自己的兵剑 捻对方的船长 船长BKB开起来了 开始拉扯对手 狮王那个墓碑 有人反目吗 没有 小黑这边一剑再加上一个剑鱼 但是对方沉默打断一下 火猫又是一个污泉 崩一个魂到自己队友身边 心情这块给上一个板 再拍地板 对方的船长给上一个船 再加小纵着鞠 带走了神牛 神牛这波被击杀 维萨吉在下路赶紧刷一波自己的经济 对方的雪魔已经剃到了下路 看一下这个下路的雪魔 跟维萨吉 维萨吉选择提前撤退了 这一波的话 又让对手挤压了一下 自己的刷牵空间 看看留住这个船长 给上一个狂风 小黑开始输出 对方第一时间 居然没有人绕这个小黑的后排 那这样的话 我可就有机会了 风杖留住你的DP 拥兽 不需要了 这边把对方的BKB直接打出来 打出来以后 对方还有一个小路 在往左侧撤退 这个神牛这波来不及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小路是撤退成功 DP的BKB 9秒BKB被打出来 船长虽然说是 开了自己的一个9秒BKB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逃掉 这波是提前开了 第二波被老干爹的 一个拉扯留住 这波打掉对方的船长的话 维萨吉拿了475块钱 还是比较赚的 而且光助攻 这哥萨光助攻拿了312 对方并没有人去找这个小黑的麻烦 那小黑就可以无限的去射箭 你让小黑无限去射箭 这个伤害 就不是 不是你说轻轻松松能顶得住的了 不过现在BOOM战队仍然领先着6000的一个团队经济 整个的一个局面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BOOM这个阵容 待会儿的主要问题在于 就是它控制有点少 它整个的控制有点少 残局缺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雪魔的风涨出来以后 开始去做雷锤 这场比赛 老干爹这个阵容不用太着急 他前期的一个分路 就是一个保小黑的发育分路 他不是一个进攻型分路 进攻型的分路的话 应该是狮王加维萨吉在上路 然后神牛甚至时不时的会踢上这帮个门 或者神牛在下路一边保小黑 然后时不时的去中路溜了一圈 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不应该是一个狮王在下路保着小黑 看看这块船长给上一个水 这个水并没有中 虹猫一个TX捆一下 对方这里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虹猫直接崩一个魂走人 还是被拉回来了 看一下维萨吉的魔精有没有了 维萨吉的魔精还没有出 他选择先把推推做出来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这场比赛他们一定要保住小黑的输入点 所以一定要先把魔精做出来 小黑这边也是提前买了一个魔精 出完了魔龙枪以后 他的大推追和这个都没有做 直接做了一个魔精出来 看一下这块小黑 对方这个技能衔接出现了失误 小黑没有死 那这个就有意思了 血魔在后排 这边还生一丝血 能打死吗 虹猫在一个温泉 没打死 那这样了 狮王被对方带走 但是DP直接被对手留住 让BKB开除来赶紧跑 维萨吉利用自己的一个怨灵之气 吸引了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血魔这里一个血之祭祀给上 小黑在被控制前 一瞬间开启了一个狂风 把对方两个人也给上沉默 维萨吉开始留 对方的优化机这里想送肉杀 能成功吗 没有成功 人头还是被被拿到 火猫再一个飞魂上来 封胀留住对手的小鹿 捆住这个小鹿的话 需要小黑过来给上一波剑语 才好杀一点 一个剑语直接带走 最后拿到人头是火猫的无印拳 人头是来到了5比10 这波老干爹依靠一个完美的拉扯 用狮王一个人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船长 加上小鹿 而且是把对方的大招和BKB 又全都打掉一遍 对方这个控制偏少的阵容 在面对火猫这种英雄的时候 确实显得感觉有一点点的吃力 而且对方这个阵容 DP没有大招以后 还有船长没有大招以后 对方的这个 正面的作战能力就格外的弱 也是被老干爹抓住机会 打完这波以后 回来打一个热山 然后拿到热山盾 但是团队经济还没有拉近 关于团队经济这一场比赛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老干爹打了这么好看的团战 团队经济还是没有拉近 大家关注一下四五号位的经济 就知道为什么了 四五号位这两个位置 对应的让对方领先了两千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而对方现在一共领先老干爹四千块 逃去酱油的两千块以后 大哥位的差距其实只有两千块钱 多一点 两千到三千之间的这个差距 而这个三个大哥加起来差这点精力 对于老干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就是火猫再继续往后刷的话 这个火猫现在雷锤下一个装备做A仗 火猫只要第一时间对方秒不掉他 做完A仗以后这个火猫可以出一个永恒之盘 对方只要第一波秒不掉他 这个火猫的舞台无限大 感谢Alex老板的78港币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么么哒 我从盘子里面 这个国家的地图还是不够大 我对你讲 这波BOOM选择的是一波让后 开悟让后 那么过来抓萧瑟 开悟让后抓萧瑟 萧瑟这个位置 队友保护的站位还是不错的 这个破污成功 小黑在树林里边压根就没着急出点 神牛这边一个板 板中 然后控制住对手 神牛交大 提前一波技能 直接把对方的DP打成死血 死血的DP开启自己的一个BKB 小黑的位置 现在在树林里边 船长自己给一个船撞上去 但是自己选择了BKBTP 因为知道打不过了 一会儿再留住你的一个FBZ 小路原来想要TP回家 一个风胀直接留住 落地以后一轮合击瞬间带走 最后是狮王的一口尸魂 拿到这个人头 这种开悟让后 打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队伍 还是可以的 老干街对于你的这个开悟让后防范的 已经是到极致了 而且老干街之所以选择推上路 就是因为上路防开悟让后 要比下路防开悟让后 容易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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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干街选择推上路 而没有去推下路 下路对方攻过来的话 是很难守的 但是上路很好守 这波上路的二塔拆完了以后呢 现在团队经济差只剩下2000块 而且这个是BOOM战队所有人技能BKB全开的一波 结果所有人的BKB技能全开 只换回来了几个没有能够成功回到家里面的BKB 为什么上路这块比下路好防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下路这个区域 你在树林里面藏的这个位置 和对方进攻过来的这个位置 以及对方绕后的路线来说的话 上路的这个区域 只要有人站在树林里边 只要有一个人破误 对方就很难过来 而下路对方是两个路口 和包括直接从线后头绕过来 三个方向来进攻你 从整个地形 就是从这个树林的分布 然后拆塔的人所占的站位 以及从操作的便捷性上来说 都是上路更好推 下路的绕后很好绕 这波兵线直接清掉了 而且现在团队经济已经拉平了 而且小黑的经济线13500 团长的经济线已经落后火猫了 团长直接是把BKB给打出来了 现在小黑的肉山盾马上消 那也就是布姆马上要开悟进攻的一个时间了 但是他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对方的视野之内 老格尼这样比赛的视野做的比布姆好了太多了 这里拉一个前召战 这个睁眼正好没看见对方的这一手假眼 这拨开悟吧 还不开悟吗 不开悟的话又进对刷了 进对刷的话 你现在的经济已经不领先了 你已经不可能站在对方老干爹这个野区刷钱 然后对方不理你了 神牛板道 小黑直接输出顺秒一个选魔 你这是何来的勇气啊 不卡对方的盾销 一拨开悟抓人 然后还跑到对方家过来刷钱 时代变了呀 大人 这个有点 有点离谱了 这个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个雪魔 这不是十分钟之前了呀 十分钟之前 你在对方家这么刷钱 对方不敢打你 现在团队经纪人都反超了 大哥被经纪已经超过你了 你还在对方家这么刷钱 现在小黑的经纪一万五千五 那团队经纪反超 正面的团战的话 我现在就看雪魔 这个火猫 哎呦 火猫这个出廊是真稳 雷拳以后呢 选择补了一个 这个法刃双刀 然后准备去买一个魔精出来 身上戴着宝石 这个宝石是谁买的 对面买的 好像是 果然对面买的宝石 小黑身上是 先出了林肯 大推推 然后下一个装备做BKB 林肯加大推推加BKB 这个装备出的稳的 陈旧身上现在是一个密法鞋家 跳刀一个攻资石 维萨吉手里面是 先出了推推和月灵之妾 然后开始做墙鞋 给自己的队友当一个 他的是当一个工具人 狮王手里面是密法鞋家 威光披风 这神牛给上一个板 TC捆住 神牛拍地板 小黑 往上走 看一下这个狂风 没有吹到对手 那么招换生物给他清了 有观众说表示这个现场现在改音量了 前排观众听不听不见 那回头我给这个准备回头去现场的朋友说一个主意 你们到时候带着耳机 带着手机 然后去现场开着手机看我的直播 这样就可以听到了 好吧 真是一个好主意了 既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气氛 又可以听到我来给大家解说提案 妙 这块神牛秒掉漂亮 这帮这一波绕的很成功 直接找了一个神牛 神牛死了的话 老干爹 这一波还要继续打的话 就有点难度了 缺了一个神牛的控制 这波应该是选择李直的撤退 大家一起苟住了撤退 外队在这个地方假装给小黑放哨 然后做一座视野 实则是在这蹭惊艳 直接在这蹭惊艳蹭了个美滋滋 把对方的眼都在这排了 然后埋伏在这个位置 神牛的话还有20秒复活 这波团战可以拖到神牛复活 然后TP过来 感谢LK123老板的毕克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但是我现在双开主舞台和你 然后看你的画面 我懂了 你是在比赛结束以后 去看主舞台的小姐姐 对不对 这位火猫捆一下 TC捆住 不过队友这边第一时间跟不上 他这个就是在骗对方的技能 火猫这是明摆着过来想骗你技能 顾姆这边也是很聪明 不知道你要骗我技能 我不上当 我先不甩技能 我不着急 老板一看骗你技能不出 那我就开悟 骗不出来 我就开悟 完整团面了 看一下这里TC捆住 BKB 三个BKB直接都开了 这里狮王被留住 微光披荒抬一走 对方没有后续伤害 没有BKB还不走 没有BKB还不走 你们要干嘛上天啊 这这 留一个死一个啊 火猫开始留人 雪魔大招给到火猫身上 火猫表示无所谓 传魂先回来 先带走你一个团长 然后落地以后 再一个TC留住你的DP 我的天 枪里没子弹了 你们还不走 这一波 布布真的是打得太懵了 BKB开出来以后 第一波不能打得果断跑 跑一个是一个 大哥位能跑一个是一个 酱油赶紧上来卖 太不果断了 肉山刷新 过来打个盾 正好双倍在旁边 萧瑟拿一个双倍神符 过来打肉山 完美时机 完美时机啊 BKB一旦没有了以后 这种火猫的流人 神牛的流人 小黑兵剑的流人 这个东西特别厉害的 所以在看到对手 这种阵容 如果BKB开了 没有打出效果以后 果断酱油 断后 大哥撤退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走得慢一点 就要被对手留住 而且跑不了 感谢蓝风老板的冬盘 和闯到123的清远果实 谢谢老板 这波下路直接上高 船长给上一个水 稍微消耗一下 那么两个优兽 坐在高台上 然后小黑呢 在下面不着急 慢慢去射对方的高击塔 这边火猫在前面顶一顶 火猫顶一顶就顶一顶了 反正对方的这个阵容 现在第一波控制上来了 想强秒这个火猫难度 是比较大的 这边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火猫这边风杖 吹自己吗 没有 被对方捆住 船过来买一口 这里风杖 选择直接把自己吹起来 落地以后呢 又被对方一套技能 直接秒掉了吗 传魂传到后排 小宗主一个狙 传魂躲了 我去 这也能躲得掉 萧萨在对方的高地上面 一顿风光输出 这个时候买回来的火猫 神牛一个版 版中三个 再加一个大招 完美 反面对手三人 现在上路的兵线 马上到 我的天莫言 这个操作真的 秀的不行啊 莫言 还急下了 这波 对方的小路选到了买活 但是现在买活也扛不住 小黑再继续去 拆你的梅牙塔 然后呢 这边给上一个血迹 老格尼这边往回撤 接着拆你的梅牙塔 还差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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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打掉对手的第一个梅牙塔 第二个梅牙塔的话 先把月灵之气立起来 雪魔这边给雪姬 拖时间 小瑟躲一下 回来以后接着拆 对方的这个雪魔 大家仲船长的魔精 还真是有个combo啊 你别说 这个时候 哥几个开始又强拆对手的GT 小黑给一个兵剑 再躲一个对方的水 这个小瑟的操作 简直辣呀 直接拆掉对手GT GG 恭喜老干爹 2比0淘汰掉了 BOOM战队 这样的话 BOOM战队也是止步在了 本届TI11的败者组第二轮 老干爹第二场比赛真的打得相当的nice 尤其是最后一波的团战啊 莫言这个火猫 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秀蒙了啊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今天所有的直播录制和直播解说 也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感谢各位观众大好的收看和支持 那么咱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